鬼故事越先越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他这个从小吃店卖快筛 这个资本额200万就可以吃下了16.5亿的订单 当然起人一斗 所以当然也起底了很多的黑历史 这个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黄阳明帮他大家整理的高登生衣的懒人包 他说在2020年11月的时候 负责人刘伟泽将名下另外一间公司回味食品 更名为高登环球生衣有限公司 那这个省于是他另起炉灶借尸还魂 所以在2021年到了2月到2021年3月份的时候 刘伟泽透过朋友介绍了叶元之学长 恍车获得吉普利电影交响音乐会的口罩品项的授权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因为一问了吉普利公司才知道说 从来他们没有跟台湾的公司谈授权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呢 所以呢这个负责人就被告了嘛 那现在这个案子呢 由这个台北地监署还在侦办当中 好那么这个部分呢 其实简单为大家整理 就是不管是黑心口罩涉嫌诈欺 违反钥事法 这个检掉侦办 还有违反依财法的部分也有 而且违反这个部分 其实你不能参与投标的 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来投标这次的快筛季 好那包括在2020年的时候呢 还欠债了62万 缴不出来两名员工的劳退金 也付不出来 体质不良 没业绩记录通通都可以 指挥中心都放行 可以轻周过关 我想说这个你不要说这个 高登鬼话连篇 指挥中心更有鬼吧 主大 我觉得这样子讲 就是如果今天高登环球生衣 是当真可以买到1700万剂的快筛四季的话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 五湖四海绿林好汉愿意共赴国难 没有什么不行的嘛 可是今天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下 快筛是不是国家重要资源 是不是大家都需要你要恢复正常 要与病毒共存要上班都需要 所以蔡英文 台湾的快筛还国家征用啦 蔡英文大统领还下令说 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要进一亿季 好下令了 结果五湖四海来的呢 不是绿林好汉 来了一些拐瓜裂枣 什么叫拐瓜裂枣 5月2号卫福部开了一场贵义 牛鬼蛇神都称不上 不好意思 牛鬼蛇神还要有鬼有神啊 好歹有超自然力量 现在这个拐瓜裂枣 是烂到什么程度 我们先这样讲 既然是重要资源 卫福部有人愿意帮忙 当然要很高兴啊 可是能不能做好一个基础的查核 基础查核的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足够多的资历 有没有足够多的财力 有没有足够多的先例 就是你过去 有没有接过类似的标案 有没有进过这么大批的货 有没有办法做物流调度 你都不做 当天现场的状况 陈松自己讲啊 就我们把这些厂商叫来说 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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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在那边喊 就跟喊 大家在那边叫说好 我出100万 我全压 好当天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 这一家公司高登环球生意呢 就说我出1700万 我要卖1700万去给你 而且坦白讲 这一个卫福部定下来的标准很严喔 很严 请注意 5月2号就发文 发文给他 对 那这个合约是5月 5月有31天吧 这个问题很困难 我现在一直忘记 好像5月有31天 他是 陈松是讲5月31号 就要拿到货 每一到货 一天罚本货款的千分之一 那好 我们先这样讲 5月后收到文 你马上开始调货 对不对 29天 29天 你要买到货 要下定 对方生产给你 运到台湾来 哇靠 这是超极箭 这个比台积电的很多金元还要极 好条件很严苛 第二个 国际贸易通常要出信用状 信用状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高登 环球生衣 并不会因为你卖泡菜豆腐锅 认识了韩国人之后 人家说好 你豆腐锅好吃 我相信你出不起钱 不会啦 他一定要出信用状 跟银行讲说 我今天要跟他做一笔这个销售 那请你出信用状 证明我出不起这个钱 我有这笔钱 我有约16亿或者17亿左右 那对方才能够确保收到钱嘛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年代 大家如毛饮血是不是 就说我相信你 好我们兄弟就把这个标单 一路从山西送到山东去 不是这样子的 好 照这个流程来呢 陈时冬也有讲啊 陈时冬说 真糟糕 这个英石的商人 被国民党给害了 政治迫害商业 好了我就讲 陈时冬自己有讲 我这个都是原厂 照着陈时冬讲的话来算的 陈时冬说 如果他不能准时到 我们照着合约定 5月31号不到 之后每晚一天 就罚货款的千分之一 嗯 好了这个我的心算不太好 前一阵子就算了一下 16亿 一天罚千分之一 晚到一天就罚千分之一 那这家公司呢 在6月2号就会宣布倒闭 你知道因为他资本额200万 你一天罚160万 第二天就不够罚了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我如果说我一天的惩罚是千分之一 好歹这家公司要能够被我罚十天吧 好歹也要资本额有1600万 哪有一家公司来标这个标案 然后你定出来说我要 每天晚到就罚千分之一 两天他就倒闭 这个不是一个太轻易太荒谬的东西吗 而且还没完 我们就算这家公司能够到 这个机率已经很低了 而指挥中心依照这些 大家喊 在那边讲1700万 1600万 1500万 5000万 照这个喊来做配送 来做发送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 会出现一个问题是 他就算这一次过了关 他5月31号有极大的可能 也到不了 对 那你少了1700万 不用国民党来打 你就少1700万了 那你要怎么调度 那这个问题更严重 好我最后还是讲一件 难得认真做的事情 就是我去算了一下 以这个快筛 1700万剂的量 大概照我们目前罗氏快筛 这样装箱 大概有43900箱 43900箱要堆到800多个战板 800多个战板 我们不是搞国际贸易不熟 我有朋友是做农产国际贸易的 他说好这个800多个战板 第一个29天要来 绝不可能做轮船 绝不可能做货船 对不对 这个你从货柜这样运过来 到了几个月之后 一定坐飞机 那我说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以货机的那个货舱 大概要装几架 好他算了一下 好 747400 满债要三架 那好我就问了 现在当今全世界物流仓储货运 全部塞船塞机的时候 这一家前小吃店做团扇 有卖泡菜豆腐锅的这家公司 是如何有通天本领 可以调到三架空机的747400 现在要订货运 大概要2到3个月之前订 还不一定有空位 价格也已经涨到10倍以上了 但这家公司可以5月2号 收到卫福部的单 保证5月31号货要到 那我们就直接问 如果这家公司真有这么厉害 你不要卖什么快筛 你去帮台积电调度你的晶片运输 那不是国家好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卫福部没有做好最基础的查核 才会出现这种荒谬的状况 那你信不信呢 你如果是塔利班车翼 你相信小吃店卖快餐你去用啊 随便你 我也不在乎那你家的事 但不要给我用 我不相信 你买雾化器呢 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 8平以上的 5到6平的 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 记得哦 帮我输入 CTI 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